我就是个典型看客 热闹爱看 是非也爱看 我很擅长把自己放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 音乐本无故事 它就是不同的频率 在不同的时间段 交织在一起的音响效果而已 只是我们这些矫情做作的人 把它们赋予了故事 当听众听到做曲家的曲子的那一刻 曲子也不再属于 作曲家 而属于每个听众 一个人一生的经历 这首作品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是古典与现代的融合 其中各个乐章的标题呈现 都是以浪漫主义时期的标题音乐的方式进行 作品中又融入了现代的创作手法 不同于我们经常演奏的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 我们不能按照以往的经验去演奏它 需要去寻求很多新的方向去演奏这首作品 让你不由自主地去想 这是音乐的第二大魅力 它既不可直说 却又魅惑般地想让人们极力地想去说个什么故事出来 很暧昧 跟谈对象似的 想让你懂 却又极力地藏着掖着 等着你来猜 现代音乐 你不要怕听不懂 这个我们不需要困扰 因为它的受众很可能就不是你 它有一些傲气 不屑于魅你 不巴结你的耳朵 不像我们现在这些浮于短视频的音乐 才知道怎么在十秒之间讨好你的耳朵 那么同时他们也不在意自己的寿命有多长 活一天也好 一周也罢 更不会管这些音乐出来对于人类艺术发展 有什么贡献 而现代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超潜性 也许在我有生之年都看不到这些作品的强烈反响 但在几个世纪之后 或许它的光芒才能展露出来 这些是写给未来的听众听的 所以作曲是个需要耐得住寂寞 沉得住气的专业 享用急功近利地获得一些的名神 这个想法是不长久的 我很庆幸地在于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想通了这个道理 作曲养不活我 连每天我吃一顿牛肉面都满足不了 所以我靠着教授吉他养着我的作曲 作曲家和演奏家的关系相当于孕妇和接生婆也 我花数个月的时间孕育出这么一个孩子 可孩子长什么样 自知健不健全 我一概不知 我最多清楚他是男是女 有遗传我的些什么性格和脾气 直到这些叫做演奏家的接生婆 把这根旗带减断 我才知道他是否健康 我们作曲家在谱面上谱写的音符 往往需要落实在实际演奏中 那么这些音符是否可行 全靠这些记忆高超的演奏家来检验 我对于这三位演奏家的能力没有任何质疑 他们都是记忆高超的演奏家 默契十足 对于乐谱的呈现完整又贴切 作曲家最幸福的时刻 莫过于看到乐谱能够活起来 那一刻是令人感动的 震撼的 不亚于一个新的生命降临在这个世界 乐章的秘名都来于中国文学 包括鲁迅《呐喊》当中的看客 以及沐昕的诗句 所谓无底深渊 下去也是虔诚四景 在康老师第一次发给我他的作品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有想法 对待作品很严谨的人 从普面就可以看得出他对作品的用心 大到整体作品背景介绍 和三个标题的诠释 小到每个音符的表情记号和演奏要求 都做了很详细的标注 在排练时 他也非常的细致 细致到具体钢琴拍机 要拍进哪个部位 两位提琴老师的一个长音 是否需要加颤音都经过了多次的排练 最终反复的排练下 最终敲定了一个方案 未来我相信康老师一定会成为 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现代作曲家 这首作品的演奏技法很新颖 是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有拨片扫拳 有边拉边拍打琴声 还有一边演奏 一边记性地吟唱 对于我们经常演奏古典音乐作品的 演奏者来说是一种挑战 康老师是一位有活力 有想法 却不乏理性的作曲家 他有很深的文学造诣 所以他的作品总能留给人 无限的遐想和思考 就像一幅山水画 恰到好处 唯妙唯肖 对于每一个作曲家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音乐语言 这个语言不同于前人 也不同于当今世代的任何的作曲家 而是属于自己的语言 曲子的来源本源于一幅画 新西兰作曲家的画作 那么我们把这个画呢 变成了一个听觉艺术 在听觉的基础上面呢 又加入了一些现场的表演艺术 所以对于听众来讲呢 不光是一个可以听的音乐 也是一个可以看的音乐 这些表演者们会挥工 会跺脚 会呐喊 会唱歌 这些技巧呢 在于我们古典主义时期 或者浪漫主义时期 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所以在某些方面来讲 对于这些演奏者来讲 也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这些演奏者来讲 这些演奏者来讲